不是吧不是吧 演起攻略的时候你们都没上桌吗 怎么现在才爱上徐凯 一米八的身高 两米的腿长 高挺的鼻梁 刀削斑的脸庞 符合所有对小说男主的幻想 当前热播的成欢剧 徐凯饰演的姚志明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徐凯饰演的好角色可不止这一个 接下来大喜就和大家唠一唠 徐凯的那些经典角色 首先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复查复衡 作为坚定的复英党 当时这俩人没在一起 可真真伤了大喜的心呀 大喜至今都忘不了 傅恒与耳情新婚燕耳入宫面上 英洛三步一叩手生生认错 却唯独不承认没爱过傅恒 每一步都是英洛对傅恒无声的告白 而傅恒虽然没有娶到英洛 但是我相信在傅恒心里 英洛是他唯一的棋子 最后还为了英洛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天这也太好课了吧 很多网友都希望徐凯和吴景岩可以二打 原CP粉一个HE的梦 这不二打就来了吗 电视剧上时中 徐凯饰演朱瞻基 吴景岩饰演姚子金 也就是朱瞻基的此生挚爱孙皇后 朱瞻基这个角色 同复查复衡有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温柔坚定 不过徐凯除了演出这点以外 也把身为帝王的威严演绎的淋漓尽致 真的是让大喜又嗑了一次 顺便还考古了一下复英CP 这画面真的不是他们的前世今生吗 这一次朱瞻基取到了姚子金 还被皇帝称为天字的好姻缘 演习顾虐中没有实现的梦 终于在上时中实现了 虽然过程艰难了一点吧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甜蜜结局 毕竟这可是历史都承认的偏爱 盘点徐凯这些年来演过的角色 哪一个让你上桌了呢 粉丝们最爱的角色之一 就是烈火军校中的顾艳真 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 前期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就是话唠 后期由于经历了一些事情 让他一夜之间变成熟 而徐凯将这种转变拿捏得很到位 除了这种稍微浅显一点的形象外 顾艳真本身还是一个坚韧自信 独立有责任感的人 他有自己的想法 一旦决定就不会轻易的改变 可是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温暖的人 就算是和伙伴产生了分歧 也依旧会对他们展现出人文关怀 这就是为什么 剧中的大部分人都喜欢他的原因 这换谁谁能不爱呀 又能提供情绪价值 又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简直就是完美好吧 如果说徐凯和吴锦岩有二大的话 那徐凯和白鲁就数不清极大了 电视剧招摇中 搭档白鲁上演虐恋情深 徐凯饰演的丽晨岚 是很多人心中的古装白月光 毕竟美墙伞设定的男主角 哪个人能不爱呢 丽晨岚是老魔王的儿子 前妻是小奶狗 勇勇专情 就是运气不怎么好 不过对于丽晨岚来说 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大概就是遇到了招摇 在这部剧中 徐凯简直化身情话大王 每一句话都非常撩人 而这些话 都是丽晨岚对招摇最深情的告白 虽说这个剧中间虐了那么一点点吧 不过并不影响甜蜜的结局 二人经历了种种磨难以后 终于修成了正果 徐凯成欢记塑造另类总裁 经典角色一箩筐 复查复衡竟不是最受欢迎的 在徐凯粉丝心中 最受欢迎的角色不是复查复衡 也不是丽晨岚 而是从前有座零件山的王禄 原著中 王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偏偏要靠实力碾压众人 并且还有点傲娇毒蛇 在颜值方面 大喜是完全不担心的 毕竟徐凯187的身高 腿长就占1米8 只要演技方面没问题 这个角色就肯定能成功 幸好 徐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将这样一个毒蛇且搞笑的角色 演绎的淋漓尽致 并且还不会让人出戏 可能因为徐凯本身就有搞笑的天赋吧 毕竟大喜最喜欢看的 就是他在综艺里被吓得上层吓跳 王禄这个角色 总而言之就是阳光 徐凯演多了深情隐忍的角色 偶尔演起这种逗逼搞笑的角色来 反倒让人眼前一亮 难怪是粉丝心目中 角色排行榜第一名了 前段时间结束的齐金招 也给徐凯带来了一波不小的热度 这次徐凯一人分尸两角 分别饰演月金招和扁洛恒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设 剧中扁洛恒是女主月齐的师父 和女主月定好要一起拯救苍生 可是后来扁洛恒意外受伤 为了继续守护齐和苍生 所以他创造出来了月金招 让他代替自己完成使命 而做这一切的代价 就是让所有人忘记自己的存在 可以说月金招从始至终 就是一个工具人 创造他只是为了抗衡民主 拯救苍生 最后被助于重伤战死 启用自己的记忆和性命 换取月金招活着 俩人却注定成为了末路 可以说 无论是扁洛恒还是月金招 都是让人心疼的存在 一个要独自承受被遗忘的痛苦 将爱人推到他人身旁 一个无论是出现还是离开 都不是自己的意愿 却要被加上拯救苍生的使命 未免也太可悲了 徐凯塑造的角色可不止这些 每一个都非常的优秀 一路以来也能看到他明显的成长 所以如今热播的成欢季 也一定不会令大家失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关注大喜 你喜欢的电视剧我都有 我们明天再见啦